德國總理歐拉夫·趙爾茲, 星期一、7月17日表示, 俄羅斯拒絕延長過去一年令烏克蘭能從黑海港口出口穀物的協議, 向世界其他國家發出壞消息。 趙爾茲在布魯塞爾舉行為期兩日的歐盟拉美共同體峰會上表示, 俄羅斯不想延長糧食協議, 這個事實向世界其他國家發出了壞訊息。 他說,但每個人都應該明白後面的原因, 即使這個行動與俄羅斯不認為對世界良好共存富有責任, 這個事實有很大關係。 拉脫維亞總理克里斯·賈里斯·卡龍斯, 星期一、7月17日表示, 俄羅斯暫停糧食協議的決定, 表明該國有能力通過控制客人和俄羅斯大部分糧食出口來烤詐世界。 卡龍斯與其他歐洲和拉丁美洲領導人一起抵達布魯塞爾, 參加歐盟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峰會, 以呈包括加強歐洲和拉丁美洲之間的貿易, 澳洲在奴隸貿易中的作用, 以及如何解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問題。